说到槟城,或许大家马上会联想到的是槟岛 毕竟许多的著名旅游景点都坐落在槟岛 首府乔治市也是在槟岛 而乔治市更在200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这就让槟岛对岸的威省相形失色 也许有人会好奇,槟城政府会不会厚此薄彼 只重视槟岛而忽略威省呢? 我们来看槟城首长林冠英他怎么回答 在省事团的罗骨声中 宾州首长林冠英今天早上到访新班阿拔驻清坤园 实施当地兴建有干篮球场的进度 随后林冠英向媒体表示 州政府从2008年执政宾州开始 将77%的发展开销用于发展威省 让威省在这近十年间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我们花了77%发现,23亿在威省 所以如果我们说最大的改变,发展方面不是在平岛 反而是在威省 另一方面,林冠英指出 宾州政府自消费税实施以来 已经上缴了51令吉给中央政府 所以州内的灾民理应得到水灾援助金 因此他再一次呼吁中央政府 发放援助金给11月大水灾的灾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